好 回到台灣顧問團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國民黨的茶館內的風暴 也看到我們的總統 現在開始自刪了 所謂的國務機要費 到底整個在立法院 接下來整個國家的預算 能不能夠有真的是好的 合理的處理 大家真的只能拭目以待 但對國民黨員而言 對於廣大支持群眾而言 對這個主席這個總統 依舊是非常之不滿意的 今天總統站上了火線來開槓 接下來我們給他 什麼樣的建議 是不是讓他火氣消一點 好好做做正事呢 來 蔡委員 我要讚美一下馬總統 給馬總統按個讚 也給陳菊按個讚 當時我第一個提出來說 要求他們自刪這個國務局 要不跟特別會的說 那馬總統沒有生氣 也沒有叫我訓我說我不得體 他馬上就配合陳中 先砍 先帶動一個風潮 那為什麼特別讚美 這個陳菊市長 他不因為說 你是國民黨人提的 我不配合 我不跟你隨之舉舞 還砍了28% 所以我覺得陳菊市長 這一回好樣 給他按個讚 好 來 黃文維 我們不會去替馬總統按讚 但是其實如果馬總統繼續下去 民進黨會心裡會很高興 就是說這樣我們可以繼續 抹到2016年 好的 來 菊姐 我覺得要刪的 還有這個我們的政府預算 應該也可以25%的刪法 請這個立法委員們好好把關 來 歐老師 這場瘟疫不會停的 到2014年年底以前 完全不會停的 全國觀眾心臟要強 還有藍軍的弟兄們 你如果作為未來 自己有騎雪的話 不要在這場犧牲掉 因為搞了兩年下以後 整個藍軍不會剩下幾個人 好的 然後接下來發展 鎖定我們的節目持續來看囉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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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